各位,在今天的時事通訊中,其中一個題目是講911 主要是講911對世界的影響 現在我想跟大家報告一個是和911有關的事 我們知道911已經發生在二十年前 再過幾天就是911的二十週年紀念 而其中一個所謂的主謀就是Kalit Sheikh Mohammed 名字太難記了,所以我們通常叫KSM KSM這個人本身是一個Koweit的人 他一向以來已經被中央情報國留意 原因是為什麼呢?他在1993年的時候 神經用了一個貨車在世界貿易中心 就是World Trade Center 已經做過一宗恐怖襲擊 當然是時候走掉了 中央調查局已經對人注視著了 當911事件發生之後 他負責追緝這個人的官員說一定是他 就是鎖定這個人 只要一路嘗試抓他 結果在2003年 大家叫做2003年 今年已經是2021年 我們現在說的是十幾年前 已經將他逮捕了 在誰抓到他呢? 在巴基斯坦抓到他 做到他之後 在美國在全世界的所謂 Black Sykes 沒有人知道是哪裏的所謂監獄 就受到嚴刑逼供 包括Waterboarding 即是說 將病人綁在一個小椅子上面 一張長椅子上面 然後面上蓋一塊布 然後補償名是淋水 因為一淋水 你發部變得不透氣 就直接有一個窒息的感覺 即是等於將他浸到水裡 用這個方法是逼供 當然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包括嘔打 用電擊之類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取得了他的口供的承認 他是911的Architect的計劃人 他由A到Z都是他的計劃 認罪 但記住 這個承認是在逼供之下 所以到底這些證據成不成立 我們不知道 他說 他在1993年 上次破壞 這個World Trade Center 成功之後 就曾經想到用飛機 於是將這個計劃 就提供給 奧沙馬·畢拉頓 即是在Al Qaeda組織的主管 他們得到奧沙馬·畢拉頓的同意 執行 所以 他們要捉奧沙馬·畢拉頓 因為是他的組織 但也要捉這個人 這個人終於被捕了 2003年被捕 到今天 應該審訊都結束了 17年 現在他人在哪裏 我們說過中央被捕之後 他一段時間 他輾轉在美國的Black Side 轉來轉來轉 現在的人在古巴克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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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現在它是一個境外的審訊 而不是一個平民法庭,而是一個軍事法庭審訊 所以只是在審訊前,所謂的pre-trial 審訊前已經由2003年搞到今天 都未曾搞定這個pre-trial 為什麼停了十多個月呢? 當然是2019年時的新冠疫情發作 所以全部停了 現在就找一個新的法官來審 這個新的法官在18個月前 準備找他做法官時 被控辯商科認為他未有法官資格 現在趁著這段時間 他終於讀了軍事法庭俗法官所需求的資格 現在他就可以主審了 現在就在Quantanamo Bay的軍事法庭開審 剛剛現在開審了 開審有記者和911所謂的survivor 或者那些受害者和傳媒人士去參觀 隔著玻璃窗 隔著玻璃窗看到 但是聽不到他們說什麼 聲音傳出來 就會是Delay 40秒 以便將一些秘密訊息刪除 因為如果有人這樣聽著 如果法庭裏面說到一些有關國家機密的話 他只會按個按鈕 就不會播給旁觀那些市民和記者聽到 而他們在爭論什麼呢 到目前來說 爭論就是這個法官有沒有資格審理這個案件 在長達十幾年的過程之中 不停地換法官 於是搞了一輪換法官 要看法官有沒有資格 又換那些代表團 那些律師之類 亦都要給時間 那些律師重新對案件認識 搞搞搞搞搞 搞了現在十幾年了 還未曾正式開庭 再說P-Trial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所謂的一個有公開透明的法治國家 第一 他這個人的認罪 就是在酷刑之下逼供所成 所以將會大量的一個問題就是 哪些口供是可以作為呈堂證據 哪些不可以 因為是被迫供之下 就未必可以作為呈堂證據 第二 又影響有很多所謂的機密 那這些機密 連他們的Defense 的Lawyer 就是辯方律師 都沒有客戴在那裡 你沒有客戴在那裡 我沒有辦法對你的證據 可以進行挑戰 所以這裏又咬了一段 這些機密拖延全都慢了 雖然這班律師全部都得到 是國家最高機密授權 但仍然有些機密不肯讓你看 那沒辦法 這裏就是另一件事 正如我所說的 第三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審訊地方 非常之格洩 因為 Quantanamo Bay 是一個軍事軍營 因此沒有常用飛機 沒有辦法去的 那些律師當然不是長期停在 Quantanamo Bay 沒有做 當然是在美國境內 做其他事情 要去的時候 特意要坐軍機去 一去就搞一天 搞一天去 然後可能 進行審訊過程 審訊過程 審訊一些時間 有三十日時間才可以走 因此 在交通方面 也要浪費非常長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 在程序上 一直搞 搞到現在 由2003年 抓到他 不知幾年 逼供之後 到現在 已經在說十幾年時間 但是 連那個 pre-trial都還沒搞定 而有很多 雙方律師的估計 沒得十年 都還沒可以真正開審 唉 有沒有搞錯 還沒 做了十年 才可以開審 開審 不知審多久 這個叫做 法治局 那你怎麼看呢 這些資料 當然是西方的資料 我會把幾個網站 放在描述 大家有興趣 可以跳過去看 不過大致的內容 就告訴大家 快吃了